山陀额台风归宿前来 但是因为上次在人武地区 淹水淹得非常惨 这边的住户也记取了教训 所以看到这边整排的透天错 有些人铁卷人上次被冲坏了 所以这次有记取的教训之后 特别会打开了一个缝 因为就是避免到时候淹水 有车子经过的这个浪花 反而会造成铁卷门的破坏 而不仅如此在铁卷门里面 甚至还装了水闸门 现在防台措施都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不过事实上这个台风目前都还没有来 但是南部地区已经陆陆续续的 有出现一些状况 像是露树倒塌的部分 今天上午在前阵的锐龙路 还有宝胎路口就有一个超大的露树倒塌下来 还好当下并没有造成的人车 经过有任何的伤亡 另外在林雅区的凯旋二路 也同样是有露树倒塌的状况 警方也在第一时间是移除了掉落的树枝 在邹记码头的部分就看到 就像是烟水一片 汪洋一片在码头上面 整个呈现出来了 所以是非常的触目惊心 而随着台风逐渐逼近 所以像这样子 强风好雨的状况 只会增加 不会变少 养止步步采取消息 旺语 问地方 пом�� 消息 中国伤